A大家好,我是豪哥Dave,移民开车里的地产经纪 那最近呢,我们有一个新上市的房子 在这个Charlis Wood的一个房子上市了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的老社区的新房子 那首先这个房子呢,占了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拥有了老社区非常便利的地理位置 那这个房子的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新 这个房子呢,是房主推倒以前的房子 全新重建的一个新房子 不同于其他跟Builder直接买的新房子 这个房子呢,是房主自建的一个定制机的房子 因为房子是给自己住的嘛 所以呢,它的用料啊,和里面的装修都非常的考究 这个房子呢,是房主2018年建成的 整个房子面积是2770尺 因为它的地下室呢,房主已经建成了Second Street 所以整个房子提供了超过3800尺的使用面积 那里面什么样子呢,我就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房子一进门呢,主层是10尺高的setting 房子一进门呢,主层是10尺高的setting 整个房子的采光呢,非常好 就像这个客厅,整个一面墙的window wall 这边呢,是主层的一个卧室 主层的卧室呢,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不仅可以给客人用,也可以给老人用 这样就不用爬楼梯嘛 卧室旁边呢,是一个泉位 这个泉位呢,是两个门 可以给客人用 也可以作为这个卧室的insuid bath 那石墓地板,石墓的楼梯都是标配了 餐厅旁边呢,是厨房 一个很大的倒台 房主案呢,是咱们华人非常喜欢的gas stove 而且呢,是荒泰的原机 build-in的这些applices 因为房主是给自己建的房子嘛 所以呢,他这些厨房的电器 用的都是三星高端品牌的这个厨房电器 这边净水器也已经装了 而且外面呢,因为他的地势比较高这个房子 所以直接对的就是后面的nosehill park 我们再去楼上看一下 窗外的风景还不错啊 楼上呢,就是三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还有一个洗衣间 洗衣间呢,是正确的楼梯 很大的一个空间 还有sink 因为房子正面是超南 所以他的主卧呢,是建的房子正面 一进门呢,就是挑高的房顶 主卧很大了 这个matrix呢,是kin size 而且两边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两个窗户呢,几乎占了整个一面墙 这边是主卧的walking closet 也很大,几乎像一个小房间一样 接着就是主卧的卫生间 双洗手盆 然后呢,浴缸 淋浴 浴缸呢,正对着窗外的风景 对面呢,就是nosehill park 第二,从主卧出来呢 正对面就是二楼的工卫生间 和另外两个客户 每一个客户呢,都有walking in the closet 这边呢,也能看到nosehill park的风景 咱们看看另外那个客户 也是walking in the closet 然后呢,这个窗是潮南的 而且窗也很大 采光很好 这呢,就是二楼的情况 咱们再看看地下室 这房子正在收拾 稍微有点断 但是可以看到厨房 一个全厨房已经建好了 这边呢,是地下室的门 可以直接出去 地下室有两个房间 这是其中一个,窗很大 所以不用担心地下室的采光 每个房间呢,都有它自带的一个卫生间 全位 两个房间都是 从这个卧室出来呢 里边是另外一个卧室 我们就不进去了 这个房子呢,房主已经直接装了两个高效的fundance锅炉 而且装了两个water tank 所以呢,包括地下地下室的一个全厨房 所以呢,直接可以作为出租或者mbmb都可以 而且主层跟二楼的2770尺使用面积呢 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也足够使用了 这就是我这个刚刚上市的定制机的房子的大概情况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呢 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